没打死我 砍我 拷手砍两半的 所以一直有的不想找 大妈被前妇家暴留下阴影 却因为一个原因 不得不再找老伴 今天来相信的是这位彭大妈 你今年是多大 七岁六三 别看彭大妈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可皮肤依然细腻紧致 看上去也挺年轻 但在曾经的那段不幸的婚姻里 彭大妈却经历过太多的伤害和不堪 没打死我 所以我手在打拔了 现在好了 砍我 我就这么 也有包手砍两半的 就是你护着头的时候 很难碎 你就跟他说话没说几句 你拿着我家有个生机 我还在那边不干啥 拿生打我后背上 所有人机都打碎后了 你就别说了 打太多太多的打那仗 所以一直有的不想找 前夫的痛下杀手 让彭大妈一度对婚姻充满了恐惧 直到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意外 才让他不得不考虑再找个老伴 这场意外的伤害 让彭大妈深刻的意识到 年过六旬的她是时候要再找个老伴了 而对未来的老伴 彭大妈的要求再简单不过了 就是别打我 我哪有缺点错误 咱们就是在语言上沟通 好好沟通 就只要人口子好好过下半生 带着这个简单的想法 她在节目中相中了一个意中人 男的屋里屋外都干净 她这个人干净 那花啊我特别喜欢 就是把家收拾完 我肯定就上那帮她干活去 帮她送花啊 彭大妈口中的意中人 就是那位在集里有个花椒 喜欢养花又干净自助的卤一卢大爷 带着彭大妈的嘱托 红娘再次来到了卤大爷的花椒 我上回是三月份来的 现在五月就这一个多月 能卖多少钱 反正不用花工资了 这四个一次食物可以 卤大爷现在依然每天忙活着自己的花椒 而且收入也不错 对于未来的老伴 她的要求依然是那么高 我喜欢就是苗头点的 个人那一米六左右就行 头儿我喜欢长头 就是实在地过日子 眼儿也眼儿过得去就行 红娘觉得卢大爷的这些要求 彭大妈基本都复合 于是马上安排两人见了面 那个彭玉连 对 彭姨 卢姨 小卢 老卢了 二人一见面 虽然卢大爷表面上一脸笑容 但其实她对彭大妈的印象 却差到了极点 虽然对彭大妈从上到下 没有一点相中的地方 但卢大爷却依然表现得很热情 此时彭大妈 依然被卢大爷表面的热情 蒙在鼓里 但红娘在彭大妈身上 却发现了问题 在卢大爷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饭店 卢大爷再一次表现出 她的大肚与热情 一个锅包肉 那个是豆角什么 幽默豆角 干嘛呀那个 好了 你这个鱼来 给我介绍一下 来 我就要这个 行 拿一个 拿一个 完了这个牛肉 牛肉拿一个 六个吧 再来俩行吗 行了行了 怎么这么多 到目前为止 卢大爷的热情表现 让彭大妈始终觉得 她对自己印象不错 尤其是下面这句话 更加让她心中移动 浮想连篇 卢大爷的这番表述 更加让彭大妈错误地认为 自己女主人的座位 以基本作文 而接下来 卢大爷仍然继续 给她加身错觉 我跟你说 我没有老宝 就医保 就是那个金龙河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不介意 不是问题 我能养许 卢大爷的这番表态 让彭大妈 再一次彻底敞开了心扉 你以前那么痛苦 现在你不找一个幸福的 那你说 没找一样吗 我有错误 你跟我说 你别打我 这一点在我身上永远不在 她有点 叹念啥了 好像是家伙挺严重 这种女人嘛 你对她稍微好一点 她能把心给你 此时彭大妈 已被卢大爷彻底拿捏到位 接下来 卢大爷突然开始 在彭大妈身上挑毛病 挑完头发的颜色 卢大爷又说起彭大妈 不顺眼的眼睛 接下来 卢大爷又对彭大妈 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卢大爷一连串的挑毛病 让彭大妈似乎也意识到了 有些不对劲 但她仍然还抱有一线希望 直到卢大爷说出下面的话 她才真正意识到大失已去了 今天就这俩小小的遗憾 没事没事 那就是没有缘 没事 谢谢谢谢 表哥感谢 我给你求两份花 你带着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不小心 没眼神 这个还没见 没眼神 对方不着调过分了 喝大酒 打麻将 就是 还有一些 哎呀 那这门家里就没人人 就吉利属于卖生活 属于吃喝中老年 反正这有山有水的环境好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 那假如是真在这 那假如是真在这 搅着办了 就准备在这摇 对啊 对 到冬天了 俩人是可以上南方了 六点 对 喜爱书法 喜爱书法 那就是喜欢 这个 就是喜欢 这个也是我写的 这是五一 这个不是 这个是五一 五一那个劳动奖 完了我们县里 就是有一个活动 就是完了我写的 看有什么样 太好了 百年好合 也代表了你的心生 是不是 对方不早掉过 喝大酒 打麻将 就是 还有一些 哎呀 那根本家里 都没这人 根本家里 都没这人 就是几乎就是 说话 就像手伯吧 他不咋着急啊 那这种情况 持续多长时间 那我都给了他 很多次几回 就是才了七八岁下 就跟他已经 就提到这事 让他注意 但他改不了 等到孩子 死七一点 分开分开 我主要 就是找人品好的 就是这个人 本子 善良 这个人 死在在过日 没有说乱七八糟 那带着啥呀 这手表 这么亮 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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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儿还有一个 是不是 我那一盒一盒 哪买这些说 晚上 你喝下喜欢这种东西 这是别人看 你看你老头儿穿 你看 这手脸啥都 这手脸啥都 让别人一起 好像 就好像 你老头 你穿你 都穿戴 对啊 富足的 对对对 让人觉得 你老头儿一走 走到这些码 他他伤了一点 稠一点 我唯一是学乡 我就在学乡 我一上 上哪 溜了一箱 他不少人真醜 他有的时候 走一步的还醜 对 因为你要是 你 因为你要是 咱们不是我 我不是我表现的事情 你那时候 我那时候 别人都不醜你 你这些码 他还在醜 这个醜四年 啊 看见那种 你手 嗯 他不知道人多大 这种 对不对 达不然 对不对 达不然 达不然 就这样赶快发生 画了月才好 那你得起来说 二十五多 那这个老半 你吃不吃 我俩互相照照 不然 人家人员呃 胖胖胖胖胖胖 没有负担 有算吗 你倆帽子空白 我还在帽子 你也在帽子 张国友张鼠 熊华熊 你好 我先建议给你 你看看熟的甲 看了一看 熟的甲 看了一看 自然面积不大 但是熟 是一个非常非常立正的人 你看家里 就是你看这个电视啊 有照 都弄得非常有情调的东西 你看那个厨房 那还弄了脸 然后卧室里头也是 所有的这个开关 你看看 所有的开关都用这个弄的 就是一个挺爱生活的人 这个还没给你吗 没有 不意思 你咋看着这个呢 都要拿去 黄的不黄的黑色 他不太注重了这些 你看看吗 不是你看看 你拿完头一眼 你低线一眼 你都 啥都 你都不是 都这样一点 真的多买 他不是特别注重 人家是注重运行 外表是能导致出来的 对对对 一会儿聊聊 不小心 aron sein telefon 大家 Alzheimer nar everything 我连点肉 我没生饱 啥都没有 你生一饱了 生一饱了 长长没有 就是我要哭下 它下来是黑 黑瘦 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吃的很少 我吃的是炖菜 我吃的是炖菜 那要是捞的 搁点肉 捞点菜 可以 那万一有口油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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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菜里头有肉 或者用什么油啊 就是用油 炖菜 它不净 对呀 那豆角 吃那里边的东西吧 那豆角不能够来用嘛 那咱俩在一起 那你各用呢 各一小朋友 你生一天呢 有时候会做饭呢 俩个一起多好啊 互相互相 谁也别说 可一个人干 那那行 我打下手呗 这边菜洗完了 你完了 你可以上药了就完了 但我看 就是那个 不太乐观的 不是那么羊 就是 发笑吗 不是 不是 我这儿是幸福这 你说的是啥性呢 我不爱上外的什么跟他们戏啊 还说了些要配 我那个语言特别少人 哦 我也这样是 那在家里 说跟 在家里 说跟老外的能吗 那个那些啊 问长问短对吧 那常问短对吧 比如说上哪里 上市场留的 看 老外累不累啊 等会上糖味吧 吃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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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饭 那人 喜欢跟短对 对 你得关心 完全找完就是关心 不关心 那一点没用 他那样是逆行 他那样是逆行 一手上就歪着去 不像眼镇 那一一一一说老话 既赶回来那水头说准备完 哎那很贪 那很弄的 梦得一惊 一万一玩天天病 老天天病 老 还是来 老 还是来 那像点好 那眼镇就是样了本分别 对 就说话要喝啥的 你得听出来 那为人走这些啥的 说话要那这快呀 敌人强化的想法来 没有事哪 性格起的 他不是 对对对 比如说有问题 你说有问题 你说有什么矛盾的 你是那种憋在心里不说 然后还说你能说出来 你俩坦诚地面对这事 第一事坦诚地面对 对啊 对啊 这样就别说 关键谁也不知道 对对对 谁也不是事 假如咱刚刚感觉 谁不是事 有事的 那因为我俩有事 你说 这用啥事就说呀 对啊 把这事解开了 这俩人都高兴了 所以就是 你不能看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 就看他出事 就是啥事 对对对 有那个责任感 有班长 就是比如说 对方万一有病了 倒下了 这失忆失忆的 那是屁性的 最起码的 你感觉好烧 跟他一样 感觉好烧 跟他一样 吃不来了 吃完面条 热汤 热面条 你做 都要跟他吃 晚晚都伺候你 你看你 三千 什么男人 那个铁路水场 但是我公司 你讲话 鸭篮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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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篮 除了一个三千万元生活 你觉得 我们就生活 成绩生活 也能够 因为我觉得 你好像不是 个月中心 吃穿的人 好像生活上 你的 你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不是那么太 不是那么太 可以说是肥的 什么大风大肥的 看出来的 不是我可以说 够用 但是在旅游这块 就飞一些 我这个傻的就是冬天 我有点怕冷 我有点就风湿病 就是冬天一寒冷吧 就会人不舒服 我想就是找的那个 另一半吧 就是冬天上南方 或者是上气候好一点的一起 我帮你走了 行 我先赶上药去 你是怕走不起 那你溜的一年 溜的一趟 才两人也溜不到 哪里还租房子呢 哪里还租房子呢 到哪里 不是什么 还住个月呢 三十个月 海南三亚 二年左右 对啊 或者是十五个月那样 冬天就是最冷的时候 要特别是寒冬的时候 就走出去 到那边特别相处 就不冷了 对啊 找话也是讲 这种生活节奏 对对 你咋想的 你咋想的 就是如果是熟的表现不够 这事又没得商量了 还是说 也无所谓 就经历条件 两人一起丢的呗 就是如果条件 给他能带好一点 但不是说非得多少 就是比如说四千左右 可能就没问题 是不是 就是说 一年走一趟 走半年 对对 他工资高 那工资第一 根本就结合不了 根本就结合不了 你觉得还是 不够的吗 稍微就紧张了 那你本身也觉得 你就这边 你不想两个人 不能承担这个理由 我也能 那我当然我 我能承担 我也除了 除了一部分 还是对方 如果条件带好 好一点 就是 那么就是 更好一点 他自己也有 即快有 出什么人 他这些压力 绝对有压力 因为除了就是 为了可乐 为了高兴 为了健康 都有压力 都有压力 到时候 也是为难他 嗯 就是 最后 他还挺理解人的 这一点 还挺 挺有心 我也必须 没事 才有点遗憾 对不起啊 没事 没事 这样 你们辛苦了 别这样说 不是跟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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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自己 是有平常 我都想太长 对于今天的消息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许 喜欢星空链 给个观众 点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像你说的 大二年之后 登记结婚 那就有点时间太长了 立马堆积 不能登记结婚 我的意思是 要能行的话 咱俩过个 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一年二年 你说 看你也看我好 我也看你好 这样可以登记婚 就说现在咱俩出几天 就登记结婚 这事 我好像做不到 真是央地里 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一个想早点结婚领证 一个想早点 同居过夫妻生活 都说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曾杀 大妈是直接整个人 就扑到人家怀里了啊 属实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女人应该相亲的呀 或者是给介绍的呀 或者自己认识的 身边的同龄的人 应该挺多选择的吧 挺多选择的吧 哎呀 太多了 那时候很多很多 这时候他们条件 都很好 你说要个的有个 要那个职位的有职位 而且还长得也挺个好的 工作也挺好 家庭也好 但是这些事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就是 我就是怎么感觉到 父母年纪大 个家多待几年 多待几年吧 多陪伴 陪伴 对 陪伴一下父母 这样把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也没注重这个问题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看到大妈西夏无二无缘 红娘也是忍不住询问大妈的经历 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花容月貌 亲戚朋友给自介绍的蜀不胜蜀 要地位有地位 要长相有长相 但是大妈当时却想着 多陪伴父母几年 可没成想这一单子就半四十了啊 那时候二十六 所以说在学以前的 就没有那么 就没有那么 那么好的 还按原先的标准 觉得我原先 看一个都挺优秀的 现在这样事呢 你说 就不认可 后来就感觉到年纪大了 大了后来别人给我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 我就行了 我就过平常日子吧 那时候我都已经 接近四十了 三十九 三十九岁吧 那从二十六 一直到三十九岁之间 其实也有很多选择 但是你都觉得 不太可心 对 都哪方面不太可心呢 那又是 如果说跟那原先一比 原先年轻时候看那个 就感觉 他 就感觉 他们都是相差太远了 没有以前的形象啊 或者是身高 或者条件啊 或者是工作呀 你都觉得不如 之前那些 对 然后你就想 可能之前的 我都没干呢 现在就更不能 现在就更不能 将就了 对不对 对 可能就是那样的形态 听完大妈的经历后 咱们就总结出几个字 眼高手低 因为年轻的时候选择太多 导致四十岁的时候 大妈真的想走了 优秀的人早就已经成家立业 这一对比 大妈在心里形成一种弱差感 辛苦就想着 宁可一个人高质量的单身 也绝对不追求低质量的回音 这就挑到了三十九 有啥都不跟你说 分房都不跟你说 工资还 工资还长心养 就这样事儿的 哎呀 我就感觉过得太累了 我觉得一个大公司嫁给你 我珍惜十一跟你过日子 那个时候为啥没想 就是再要一个 就是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 我俩结婚之后吧 他那个 他有个儿子 我就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管他男孩女孩呢 工作也挺累 也就没有 没有后来我一看到四十 四十周岁的时候 我就感觉了 我说再不能要了 好 我说那个 我想抱养你 那他那个 他说了 那个 自己生性 那个抱养 我不同意 我说那但是你有孩子 我们有孩子 他能管你能管我吗 他说我当你儿子 哎呀当时他说 哎呀当时他说这句话 非常感动 所以说我们就维持这么过 后来过得 觉得越来越没劲了 感觉你说我找这么一个人 可以终身托付他们 我能就是说 就是说我真心了 他能对我真心吗 对呀他能真心吗 但是没想到他无边际的 他不听你有事不跟你商量 他回家跟家里人去 那你想一想那两个人过日子 那别人出的主意 肯定得有损于我的利益 偏向着他的利益 那回来我俩就是感张 那两个人过日子 那别人出的主意 肯定得有损于我的利益 偏向着他的利益 那回来我俩就是感张 就心里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委屈 后来我俩就分手 我就希望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能担当 有点责任心了 我会 他对我好 我会比他对我还好 眼看已经步入中年 大妈可算是做好了 结婚好好过日子的准备 好好过日子的准备 但是没想到 自个这二十年磨一剑 缠练下来的婚姻 却如此的不堪啊 丈夫听闻他人 说是胳膊肘往外拐 跟自个这个枕着 一个枕头的人藏心眼 大妈如今结束开 开花再逢一春 就是想找个好好过日子的 你对我真心实意 我对你死心塌力 那好赶上中午吃饭这个点的 然后你尝尝 叔叔这个手艺 叔叔这个今天做的真挺多的呀 六个菜 六个菜是不是啊 做的真不少 我那个 离异的 两次 第一次我们家 儿子八岁 我让他 婚内出轨了我们就离弃了 第二次 老伴我们生三个孩子 那怎么 用什么分手啊 说是 哎呦 这不我这个儿子是 儿子是 是我的嘛 因为我这儿子 结婚的 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嘛 说他就说不行 我这儿子 要上他妈结婚 就用这一声 我们俩 就离婚了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大爷一上来就准备了一桌子饭菜 这把年纪了 能找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老伴 属实要珍惜啊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爷大妈两人也是黄莲树上挂苦胆 一个更比一个苦啊 你这个矛盾就是说啥呢 从你儿子那时候开始 要结婚那时候开始 你俩就决定 跟你儿子决定了 跟你儿子决定了 应该你先跟你媳妇决定 决定完了 你这个事你没法决定了 你看他在外地做话 我儿子进屋 我在康处跟我说 那我还能说 那儿子你先回去 我那个跟你婶商商再做决定 我再做决定 我还能那么年吗 再说儿子在家结婚 这是理所当雅的事情 这是他必须的 因为是我 他幸好 他是我的儿子 对你这样做一点 你这样做一点不讲 就是说在你家结婚 一点一点也不讲 但是就说啥 你想到一点 就是夫妻之间 必须得就是得沟通 你得 你不能说 跟儿子就马上答应 但是你说 明天我给你张量 有别的借口 你那个没有 你应该有别的借口跟你 要不然你这段婚姻 真就断送了 你说的话 你跟他沟通不了 你早就跟他商量 就不同意 不是商量一回 这一回 在这之前商量了 之前也商量了 大爷第一人 大爷第一人婚姻是头顶绿帽 第二人婚姻是 妻子不愿意帮助先前的儿子结婚 大爷也是把刀劈软说断就断 大妈一听就胡了一了 毕竟按理说都生了三个孩子了 咋就能因为这是离婚 也是直言是大爷没有沟通好的问题 大爷也是距离力争 大爷也是距离力争 这俩人自个的亲事还没整明白呢 咋还就被往事吵吵起来了 咱们认识之后了解了 我不登记我是不干的 因为 因为啥呢 我登记我对你负责 你呢 同时你还对我负责 这样互相之间 心里你有我我有你 我的意思吧 立马追击不能登记就会 我的意思是 要能行的话 咱俩过个 一段时间一年二年 你说看你也看我好我也看你好 这样可以登记 就说现在咱俩出几天就登记 我这事我好像做不到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别人相信 别人相信都是南方出了钱出了力 这才换来以后接触交往的机会 但是这一队就不一样了啊 大妈直接是糊涂里赶猪 直来直去 食言接触的好了 过几天就要拉着大姨去民政局领证 大姨一听就坐不住了 直呼不干 心急都吃不了热豆腐了 更不用说娶媳妇了啊 像你说的 大二年之后 登记结婚 那就有点时间太长了 咱们最起码了解一段时间 半年 或者是多一半年前后吧 是这样的 要是如果说 你得叫我二年 二年之后 我觉得 那也不负责 那也不负责 我不希望他们那些人 就是说啥 那么混着活日的 看到大爷不愿意马上跟自己领证 大妈也是做出了解释 都这么大的年纪 风风雨都过来了 现在好不容易能找个合适的人子 要是再多接触几年的时间 不仅是年龄上不允许 就是邻居 就是邻居们都要说鲜话了啊 看到盗嘴的媳妇使劲撬自己的牙关 大爷也是做出了让步 直呼可以先同居生活一段时间 看看能不能适应夫妻生活 能适应夫妻生活 肯定就是说三个月五月 就是说三个月五月 就是说当一结婚这件事肯定是 要半年不行 觉得还是不过问题 我现在还新来的一年吧 你比方说 你要觉得我也挺好 我也觉得你也挺好 那咱们俩就 出一段时间就搬到一起 过一段时间看一看 我们决定呢 最后这个问题 我就同意 我就说咱们就先 接触接触 接触接触 接触完了 再也往下进行 行 这我要同意他这个观点 请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咱看到现在已是账二可账 摸不着头脑 毕竟看了 毕竟看了这么多要钱要房的镶嵌 咱还是头一次见这种啥都不求 直接就要拉着南方领政的嘉宾 想要跟人家同居 和好夫妻生活 属实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啊 不过事已至此 就祝大爷大妈两人 能够早日修成正果 喜结连离永结勤进至好 反正你就拿出两千零花钱 最起码的 再给我两个零花钱 给我两个零花钱 相亲大姐脸太大 白痴白喝一毛不拔 还想多要两千零花钱 大哥不惯着 结局让人拍手叫好 今天相亲的大姐叫人奉真 不介绍我还以为是绒膜吗 这发际线都快长天上去了 小日子看样过得挺好 肥头大肯定是没少吃猪头肉 年龄写的63 大姐长得多少有点着急 我看这样最少83 大姐这房子是自己住吗 我自己住 平时的时候 我看姑娘他们也都来不 有时她喊喊喊离不远 有时晚上给她接个孩子 她回到晚了 大姐这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 她的任务就是接孙女放学 整天闲在家里养镳 除了吃就是睡 我没啥爱好 我这人没告诉你们 我说我没啥爱好 我这人是吧 这实在就能过日子 也不小心会睡会到的 啥也不会 千年来 千年去个把脑袋 我啥也不会 就那本分人 千年出街 溜着玩 打个麻将啥的 那我不好 大姐口口声声说 自己不会说 不会唠 这嘴和个机关枪一样 突突的没完 红娘都插不上话 红娘都插不上话 这要真唠起来 鬼子来了都不跑 大姐一个人全撂倒 嘴这么笨的大姐 想找个什么样的办呢 现在的话 想找个啥样的呢 我这时候就没告诉你们 我说本分一点 人能过日子 我不要就别的 出去打麻将的啥的 我不喜欢呢 性格得好 性格得好一点吧 大姐只有一个要求 老实本分 不打麻将 脾气好性格好 红娘想起来了 胡大哥 两个人合不合适 见了面再说 你好 你好 咱们往里进了一下 先往里进 你先介绍一下 我先说胡大哥 你先说胡大哥 你先说胡大哥 你先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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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姓 姓 我今年六十三 我六七 我五八年那哈的 我属狗的 咋的 难不成你还想咬人 大姐光在身材上面 已经属狗在上面 已经能镇住大哥 不用再交代一下自己属狗的了 自己这种摸摸的形象 比他老底都好使 最起码的 你别给我两颗零花钱 你给我两颗零花钱 相亲大姐脸太大 白吃白喝一毛不宝 还想多 还想多要两千零花钱 大哥不惯着 结局让人拍手叫好 哎呦 就过夏日 就过热 呀 丑的还挺笨的一个人 还挺笨的一个人 是不是 嗯 不像眼睛 丑的还挺实在 两个人对彼此的演员都不错 一坐下 大哥就主动的唠了起来 你身体挺清楚 还行 大哥你的问题问的 人姐这腿子 人姐这腿都快赶上你腰粗了 你问人家身体行不行 打你两个是没问题 叔叔 我身体好 我走上公表走去 那走步哈 我晚上圈发唯有一个眼球 走步走 但是不会跳 我就走步去 我就走步去 有时候看他们在广场舞场 我在后面我眼脸球 也溜达 你说手的步多好啊 是吧 那也行 那都行 那好那都行 走走路我也能走 天天我也走 但凡你要能多溜达两步 也不能胖成这个样 光在家啃猪头肉 那二嘴霸子都能抵好几层 反正我就清理咋的 我就跟你这不是实话 我就又能过日子 啥不爱好 没啥爱好 哎 你要听我要是打个孩子是啥 那我是没个爱好 反正我就做家务 在家 哎呀 就是老实人 老实人 就不会说 不像人会说 就过来的人 哎 啥不会说 不像人会说 不会说 这卡卡一顿说 给大哥整的搭不上话 就大姐这个嘴 不去当个销售经理可惜了 大姐原来还在食堂工作 嗯 那会做饭呢 做饭呢 做饭炒菜行 嗯 还将就完 就是过去 过热的行 能炒菜 能做点饭就脱 都买完了 做一做饭就完整 就是过家过热的 我看吃 两个人该谈的也谈了 开始说起来 正是 大哥表示 要是在一起 以后的生活费自己全包了 生活点的工资我不要 啥就 我就拿出生活费完了 就拿出两钱都出来 给我咋在生活一把生的 那工资我也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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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买了啥玩意 你就给你工资买 我也不用你买 去吧 就生费嘛 人家都问他就是 交到大姐这个 对 对 我得拿出钱过日子 我拿了 我拿了两千多 他那钱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 也去工资 哪怕你剩那一千多 你留着这时候干嘛 我出去玩喝酒呢 有朋友呢 对 你吃个饭我得 你吃个饭我得 除了给自己留一点零花钱 剩下的工资可以全部给大姐 大哥这多爽快 人姐那边却抱着肘子不赞同 反正你就拿出两千多块钱 对啊 就过这日子 最起码的 他给我两个零花钱 给我唱个零花钱 工着你吃喝再给你两个零花钱 你自己不是还有工资吗 难不成 啊 难不成怕大哥的钱不够你买猪头肉 你到底是来过日子 还是来应聘保姆了 最起码的最给我唱个零花钱 给我唱个零花钱 相亲大姐脸太大 白吃白喝一毛不饱 还 一毛不饱 还想多要两千零花钱 大哥不惯着 结局让人拍手叫好 我记得有这个利的英文 楼下有个利 你老头吧 挣三千 三千四 老头 老头留一千 老太太一千 你这个一千多块钱 留过日子 你这是讲课好的 你这是讲课好的 那这不也一样吗 老大哥留一千 啊 他输两千 那不是那么回事 大姐说完这句话 我就知道 数学考试就没及格过 大哥直接给你两千 你留一千当工资 剩下的一千当生活费不就行了 你这数 你这数学指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他也不要你钱 那你他也闹你不放钱 哎 你多少我老伴过日子 都是比如说我拿一千 你拿一千 你拿一千 我拿两千 我真的不拿 给他过日子走 那好啊 你就得 大姐 大姐是想要走的 就比如说大哥把这两千多 放在你地方花 你就剩下的 大哥剩下的也不要 对 就正常是剩下的 剩下的就也是交给大姐的 那不也是一样的理吗 那不就定剩下的钱 不就定大姐的给花钱 剩下的 剩下的 剩下的也不要 该给多钱就给多钱 剩下的就留花 就完了 一月那次开销 也得一千多块钱 两千块钱 你过日子 你还不得两千块钱 是大哥的和大哥的 一毛钱不讨不说 还想再多要我两千块钱 大姐你要是想的 和长的一样美 咱也说不了什么 趁着天还亮 趁着天还亮 赶紧洗洗睡吧 白日梦里什么都有 那行 去造势 我这 去造势吧 我这 不行 我这不要钱 都 都错了 太坏了 人家都 都半分 都半分 半分 半分一几 你出两千 我出两千 你出三千 你这钱 玩不要 玩要里花些 真的你要当个保姆 现在多少 现在当保姆 最少就小一的 两三千 小一的 两三千块钱 咱们这不找吧 跟保姆不一样 你这是来相亲 又不是来找工作 人家要是找保姆 也不能找年龄 那么大的 大姐早上起来 是不是没照镜的 你这样当保姆 给开五百 都算是烧烤箱了 这哪是来相亲 分明是来 分明是来找工作了 跟大哥过日子的话 你比如说 今天你不愿稍晚 他还能帮耍 你找保姆 你就得抖对你干 那也不一样 是 那天 就拉到 关于这次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长按点赞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 解说给你磕头了 关注我 天天带你乐喝一下 反正是我要是来 我得要彩礼的 还说我就要十万块钱 完了剩下其他的 一个月给我个存个五千万的 一年给我个万万的 我就是有得不合钱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真不一般 一上来就要十万元彩礼 和上万元零花钱 不知这大妈是从哪里来的自信 莫非这大妈是仙女下凡 美若天闲 或者大妈能力超全 这么狮子大开口 这大妈确实够自信啊 老年相亲也真够硬核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教育大爷 今年六十八岁 老伴离世后又跟一个 离世后又跟一个过了四年 可能因为没正式结婚 所以因为一句话不合 对方就走人了 他觉得自己诚心诚意 对他 对他那么好 他却因为一句话没说好 就走人 觉得很受打击 觉得名誉受死 没面子 她的相亲要求也很实诚 他的相亲要求也很实诚 真不愧是当家大男人 给出的相亲条件也是 相当当 这次弘扬介绍来相亲 不知是好事多磨 还是大爷缘分未到 谁知等了四十分钟 都不见大妈现身 后来才知 后来才知大妈弟弟 突然发病 无法来相亲了 哎呀 哎 我那个今天我我弟弟 那个 就生一口气了 在那他的手 我始终离不开眼 要咽气了 我始终 实在记不了了 一个不成再找来一个 不知这个是否与大爷是有缘人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叫胡大妈 六十岁 大妈的相亲要求就是找个 爱我的和我爱的 自己的年龄了不调为毛 年龄了不调为毛 主要是人品好 心理善良 想找一个这样的人 真心爱你的和你爱他的人 大妈难怪那么自信 原来是有颗少女心啊 刚见面大妈个儿比大爷高 大爷觉得有压力 大爷觉得有压力 个儿比我高 我在个儿上我比就好像有点压抑 大爷正在大妈参观自己的家 大爷的女儿来助力 大力支持老爸找老伴 大妈还担心儿女干涉老人的生活 大爷女儿给了保证 大都不再说这儿 今儿个你这么不对 你这么不对了 他那么不对 俩儿相处俩儿高兴 我敢保证一点 我这姑娘儿子不太参与你 咱们这事我不再说一句 两个人谈起爱好 大妈性格开朗 爱好爱好广泛 他不是女士基金 他还挺古老的 他挺古老的 因为我这人是外相似的 因为你看阿姨虽然六十多岁的阿姨 不是那么太落后的人 你们也看不得了 阿姨是那种活泼开朗的人 那你和朋友出去玩玩 出去喝点酒 出去喝点酒 出去去就会上点溜的溜的 我爱走爱玩 阿姨是那种挺自信的人是吧 对我自信特别自信 大爷除了干活就没什么别的爱好 哎呀我这人 最大的爱好就干活了 我没啥爱好 大爷最担心的是谁管钱的问题 他习惯涨价 因为 因为我经过一次去世一个受她打听 第二次婚姻又说这个我不想再受伤害 所以说就是对钱这方面吧 我还这么说我是不发生 大爷要钱全 大妈不在意钱全 大妈在意的是钱 还说我就要十万块钱 完了剩下其他的一个月给我个存个五千把的 一年给我个万把的 我就是 我就是有得过何钱 大妈直接要十万彩礼和零花钱 水管钱无所谓 反正不是我的钱 我要现钱 大爷不同意 大妈说那你给多少 大妈你这是来乡亲的吗 还讨价还价呢 大爷觉得感情不是买卖 这思想太新潮接受不了 大妈觉得不能答应我的条件就不可能成 最终俩人相继以失败告终 我想找的是一个年龄比我要大多一点的 我要是把我钱都拿出来花了 那等他没有那天我花什么呀 这位大姐找老伴的目标非常明确 人在江湖深以疲惫 需要一分一场巩固地位 找个老头不需要有情味 老头不需要有情味 只要有钱其他都无所谓 我不在于年龄 因为我也没想找同龄 为什么呢 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情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张大姐方连52 李懿 越扫工资8000 越扫工资8000家 大姐的性格直爽破了 她找老伴的要求也特殊 就是要比自己年龄大多一点 不喜欢找同年龄的 为什么呢 找同龄人的话 我跟他俩一起打拼 他说感觉的 我已经累了这半大辈子了 是不是啊 我再去打拼 我就感觉的没有必要了 因为我已经苦了大半辈子了 这人生苦 打工赖 大姐不能躺平床睡 赶紧痛痛脑里的水 世上哪有十全是美啊 红娘根据大姐的要求 李姓匹配了65岁的李大叔 哎妈 他不就是之前上过咱节目 还想生大胖小子的转身李老头吗 李大叔 李 有房有车有劳保 要说节目组还真会整活哈 直接把 整活哈 直接把俩大难题整一起去了 这是为了撮合他俩成呢 还是想看看热闹啊 这个是那个张永篮阿姨 这是驴君叔叔 来 你好 这俩人一见面 大叔对大姐那是麻油拌小菜 麻油拌小菜 丑你最喜爱 这家挺好的 嗯 我太满意了 大姐对大叔的感觉就是 久汉逢甘雨 真真喜欢你 今天第一面感觉的还挺好的啊 我还没感觉到是 这人像六十年轻 恒丽大姐是相中啊 大叔一个月四千 大叔一个月四千的工资了 对大叔的货牙漏使视而不见 硬说人家长得年轻帅气 这是裤装里的阿虎 扯淡吗 可不敢胡说 大叔今天状态好像有点不正常 难道是昨晚喝多了酒没醒啊 还是早上起太早没睡醒 说没睡醒 说的话前言不接后语 讲的事也是云山雾骤的 我叫李宇 天车要不要 早点活 他咋的了大叔 你是冬瓜的脑袋 金鱼师的记忆啊 自己撒完了晃一眨眼就忘了 上一秒刚说自己找不着活干 下一秒马上就 下一秒马上就说自己吃苦能干 现在还坚守在饭店的后厨一线 金鱼的记忆还有七秒呢 不是说找不着活了吗 前夜找不着活了 刚坐下那时候 你就说找不着活了 你叫李宇 天车要不要找 找不着活了 天车我还上了呢 还找不着活了 我就说干活你不行 啥时候我都能找着 发电活我都能找着 你这是保安我还能干 大叔这一半清醒一半醉的状态 他在这儿 在清醒一半醉的状态 节目组可得问问是啥情况啊 我们是好个人问点蓝组的 对吧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现在在工作吗 你刚刚不一直都说你在食堂后厨吗 嗯 现在在不在 现在在 你说今天请假来的吗 嗯 红娘这一招够狠的 直接把大叔惊得一身汗 大叔惊得一身汗 人家在后厨上班 一个月还有三千多块钱呢 这要是相亲成功了 私奉钱不就被发现了啊 他要是知道我还能干 天天让我像刘一样上班和咋整 经过这逞强吹牛了 忘给自己留推路啊 这一个月多少钱呢 一个月多少钱呢 三千多钱 三千多 嗯 干啥活啊 给那么多钱 喝醋 我总得也想啊 不是 我说你在那干什么活 嗯 抱佑 改道 大叔你是什么 大叔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啊 歪着个脑袋面无表情的 你是脑袋太大脖子撑不起 还是几处有毛病 舍不得花钱治啊 大姐可不管你这些臭毛病 也不在乎你到底干啥的 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找啊 有房有钱有劳保的三有老头 我不在于年龄 不在于年龄 因为我也没想找同龄 大叔大姐来相亲 大叔一听大姐不嫌自己岁数大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神情搭错了 竟然嫌弃大姐岁数太小 嗯 一天找个东西班里 一天找个青丝 这个是年轻的白班的 没有同意感 看把你能耐的 昨晚喝的二两白水太上头了吧 这年龄差是多少男人梦梦以求的 送上门你都不满意啊 还在这飞机上吹喇叭 竞上高调 大姐那是独闯长春十八年的金牌月嫂 肯定不会惯着你 那咱俩就变盘了呢 就变盘了 这下发BQ了吧 红娘眼瞅着她哪要老呗 这可不行啊 这个月的业绩不达标 工资奖金就要泡汤 赶紧打起了圆茶 你是说她年龄太小了吗 我是说寿大吧 增值热的意思 你说我那个嫌我小 不小 解释清楚就行了哈 不然大姐今晚睡觉都得睡不着 接下来大姐 接下来大姐就开启了要钱模式 先说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吧 看看这老头能不能接受 我是非常爱感情 不是一般的爱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爱美 我就两个爱好 是不是得经常买衣服 其实我买衣服 但是我得买那种高档一点 高档一点 不是说随便就是百八十块的就买 所以说平常一套衣服也得就是一千左右块钱呗 对 这大叔面无表情的 该不会又是原神出笑了吧 红娘赶紧提醒一下啊 那你觉得呢 女人买件衣服花一千两千的 那女的也没了 那不剩啥呢 那如果以后俩人在一起的呢 那就是这女婿的阿姨的衣服 那就是这女婿的 那就是这女婿的 这女婿的阿姨的衣服 这你给买的吗 还是她得自己自己掏腰包啊 那我得买吧 那俩人在一起的花 也要买什么衣服 哎妈我耳朵没听错吧 平时喝酸奶还舔盖 上超市扯塑料袋的人 今天咋这么慷慨的 虽然缺两颗梅牙有点漏风 但面对镜头说话可不能寒 说话可不能寒 你重新说一遍 我有点不敢相信 说说我的意思是 那个阿姨说了 就是她买的衣服都很贵 一两千你能接受吗 那上哪买的一两千呢 商场不都有吗 我买一两千 再不说是一两千 我就买的阿姨 我都嫁个东西给你讲下来 一千多钱我都给你讲一半 这商场的定价是什么 讲一半带给我玩的 我往前没下来 我都往下 信不信不信 没毛病 咱们不服山不服水 就服大叔这张嘴 大叔说了 我这的嘴就是万能黄金VIP哈 打对折都是不给我老李面子 不过这话又要说回来 你这老头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 先不说以后能不能安稳过日子 今天这大姐不一定会让你 也不一定会让你蒙混过关 那最起码的就是说 我不说让他完全养着我 最起码的 我不能说我自己花我自己钱对吧 我想找的是一个年龄 比我要大多一点的 我要是把我钱都拿出来花了 那等他没有那天我 等他没有那天我花什么呀 大姐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咱不图爱情也不图陪伴 咱也不管你65还是95 只看131520的小数点在第几位 愿意帮我买单 让我消费就可以 等着把你这老头熬话了 以后我自己拿的存款 潇洒走一回 走一回 那时候你可能也老了 对啊那时候也没有人让我了 也没有人要我了 我也挣不了钱了 我说大姐啊 你是来找老伴还是找爹啊 大姐说了 同龄人太能活了 咱根本就没有这打算 我也没想找同龄 找同龄人的话 我跟他俩一起 我跟他俩一起打拼 他说感觉的 我已经累了这半大辈子了 是不是啊 我再去打拼 因为我已经苦了大半辈子了 这大姐说的好像有道理 可咱总觉得这是威力 老铁们来帮忙评评理 这个是威力还是正义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呢 那你不说的买的东西 买的东西 买的菜了 买的衣服啥的 你不说的 一点钱也不掏 管只能 管只 让我掏 每一个公司就得欠钱 那花啥的话你说 还花啥吧 大姐一听这不对劲啊 你这退休金四千块 还有金四千块 还有打工的三千块 一个月七千块 咋就不够花呢 你这是抠门不想给吧 那就是没有我的话 你一个月你不也得去生活吗 你不也得出生活费吗 你不也得出生活费吗 那有我的 你就得用我的钱来买 那个 花销你的生活费吗 那你说我说的 那你说我说的 说的意思吧 有啥事啥的 该花也得花点 大叔感觉大姐上钩了 赶紧顺着大姐的话往下落 我不说 花我了不行 我说 就是打笔发 大叔的意图很明显 我口头上啥都能够满足你 但是你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你那些鞋的花也剩我了 不太好吃 那俩互相聊聊也啥不可能 聊也半年假 真是山羊放了绵羊的屁 既羊气又骚气 原来大叔你不是骗婚 而是要骗色啊 大姐那是长江里的石头 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能在你这小鹰狗里翻船吗 那叔叔你的意思就是 十天二十天或者一个月左右 就够了解了 现在新人会了 现在小朋友跨世纪了 自己 咱自己的这种大事 还想不开 自己还做不如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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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要做两个人要解决 这是癞蛤蟆找青蛙 长得丑丸的慌啊 虽然是改革开放发展太快 你也得扎紧自己的裤腰带 谁要是真给你三天就回家 那不就是人见人爱的大傻瓜 急匆匆的搬到一起 搬到一起了 都是幸福合不来 你再搬出来 是不是 你呀咋地就咋地 咱就是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至于你上不上大 那你就自己考虑呗 虽然说是跨世纪了 也改革 也改革也开放了 我的性格 我好像是还是挺古巴的 不可能就是那么就搬到一起去了 不可能 好在大姐人间清醒 直接去接了大叔 可红娘看戏不怕太高啊 这老头背后可能还有秘密吧 我们是好个人跟你拦不住的 自己一个人都居三十年了 那叔叔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这个期间 有过就这种情况吗 就你觉得各方面都看紧背了 合适了 然而搬到一起了 有这种情况吗 后来就也非常有吗 你有吗 你有啥呀 跟谁有 啥呀 跟谁有啊 上方楼拽下 有啊 你这种很迷子 红娘也真是的 敬烙鞋也没用的客 这种问题大叔能回答吗 说有好像自己是个四郎到处骗人 说没有 骗人 说没有好像自己三十年了都划拉不着媳妇 大叔看到事情败露 开始装起了迷惑 我要短路掉线了 说咋的咋一直都不去烧了呢 说咋的咋一直都不去烧了呢 嗯叔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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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想法没意思啊 嗯 就是也接触不了了 正好 不说没啥想法 你要哪说呀 这啥想法 不说 很明显 这次相亲 依旧是半天云里扭阳哥 哭欢喜一场哈 好了 好了 谢谢老铁们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期接着聊 挣钱给谁 关注关注关注 我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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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好 认识我来了 这是考虑还是教练呢 这是考虑还是教练呢 这是考虑的 你是在这学有漏的 刚开始 学到二时间了 学不到一日了 下午之前呢 看书学日语 我这个在里面就看那个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日语 日语啊 日语书 你们为啥要学日语啊 就是爱好 爱好休暮四天 有这些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 老师教过一年班载的 教不点 教不点不长时间 就这个扔下来 后来我就开始就给他捡起来 这不也是一份知识吗 以前打工 有时候就给外地打工 打工我都带这本书 打工那时候晚上说 要说没到睡觉之前 先休一时吧 休一时吧 就就是看看 这一位时间 随随地给牙签的看看书 我感觉这些学习 就是就挺充足的吧 干别的有意思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有时间 就拿这书书开始学 这时间挺长 对我二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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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 那你这本书学完了吗 这本书学完了吗 没有我就学到十五课 十五课之前的比较熟语 后边的那个就是不较熟语 就是混个脸熟 就念了能不能念一来 就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是一段话 十八马街头 他那个山の奥子上は 一休館に四回来 十八马街头へ 買い物に行きます 十八马街头では いろいろな小類の 小心を打ています 这是没事 看书学习记的 记得你记的 记得你记 日语课程 他说的话 我都记得了 他说 他说的明白 我怕过后忘了 我都记得了 这个你记得扎实 他说的明白 这个随随地 就是简单词 我就给写了 那你不是光是 就是自学呀 只要有机会 哪块有交代 你就多少学点 上车下车 我都试完了 我就点考试 考试 有个网 考证吗 日语正 几级水平 安五 安四点 安一 考试成绩 你是要干嘛呀 这个 正式微笑 就学水平 燕老师 给我评判一下 现在有人觉得你能 现在有人觉得你能考到几些 有没有信息 安五还不行 这个上车修完了 能考安五 我得学扎实的 一定基础时间 能去考试 感觉差不多 十五年 快二十年的时间了 还行 行 打工时间呢 就业余时间 有时候还给他扔下来 都业余时间 上班哪有时间呢 躺得黄了 就是没他收入 就是离婚后 以后 就是张婦家人 他都得重新起步 日子越过越好 你不得抓眼 干活吗 挣钱吗 你得独立 你得经养 我做个洗 我做个洗衣本 就学了 半年我后厨 洗车 也洗车 就干了 以前就是工作 就是干了 哪个证券都上哪干去 很厉害干 我那时候一年 我 过年的放几天假 我这一年都是 待不了半个月 刚才活着 想充实一下自己 我就是看个书 就学校教授 我先用我 就是我不能摆的 我就一顺一半 反正现在咱们说 也挺有成就 这些年 那打工 修舱还有一天 不容易是不容易 也挺有成用 就我这水平的话 就是说同学同学也 一定配合我的 量身行 你把孩子放大了 还挺懂事的 孩子工作也好 那孩子给领导开车开十年 领导开车开十年 完了之后又跑工行 我自己成就就是说 因为这个妈妈做得挺 也挺合格的 我把孩子那个带大了 房子也买了 车也买了 结果呢 我也给帮个帐了 我自己的四晚我也 也交了 为现在也有连有退休金 现在感到也挺充实的 嗯嗯 现在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找啥让人没啥 生活的 找啥让人没啥说的 性格好的 就是性格好也变好的 一眼一眼就行 就是 现在像我们的年龄 对呗 大个三十十五岁都行 你说的性格好 你是觉得啥样的 性格算好性 那得明示理呗 通常打理的 明示理的 不是说 你那一种 就起伏白脸的 起伏白脸的 牙都好 都是牙大 有好的 我那两家海蜗 要够香 这个呢 底下这个没长好 就是这个吃东西什么的 吃东西碗 嚼慢 我一般就是面子 吃咸的啥呢 你看 脏得好 脏得好 我就吃满的啥呢 要不下时海蜗 我整饭还找我吃一口 孩子连近呢 孩子留下 那还行 儿女在附近的话 你生活上会比方便一些 那以前裤子都还给买 要是换地银了 孩子把换地银都买好买好 地银都买好买好 离银来一银 我今天晚上不见钟钟 这玩意儿 还在这溜子 也要帮厂来 上海银店银店银 坐在大爷子 我不在家大爷子 这谁家大爷难受 你拿老伴走 我不在给我不答应 这是我老伴 这是老伴照片 老伴俩照片 老伴俩照片 结婚照 不是瞅着照片 瞅着想你老伴 我老伴也挺可怜的 这有病 就是他那方死 在床上 在床上躺了四年 我伺候他四年 你就说这个 这不是1% 你瞅着想你老伴 就难受 这个事情 很难受 我一瞅着想你老伴 你瞅着想你老伴 去跟所有人没下事 所有人没下事 还是找个老伴的 说话老伴 然后一个人给嫁 俩说话老伴 说有个影响我去 我亲爱的介绍了 介绍了 整个看城 大叔 你说你这脚的不行 你这两千多块钱 够他生活的 没有给我 没有给我 我说我跟他 就是找个生活办理 那我拿给你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 够让他生活也行 我就这行 咱这条件 你让你瞅着 两千多块钱 两千多块钱 到人家没啥 说话也行 可能跟我生活也行 那这没啥要求 没啥要求 咱条件来说 不见人家 这四五千块钱 咱公司少 咱公司少 能应该给我这人这样 到人家没啥调 我说挺好的 别的要求一点的朋友 包括什么 学不学有艳缘 身高和年龄 什么都差不多 差不多好就行了 我把这个 我姓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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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梁梁 我也有三岁 挺好的 这长相挺满意的 对 挺好 夜相挺好 住哪儿啊 先住 你先住呢 先住 他俩 他俩是瘦的 就客气了 紧张了 姨啊 紧张 哎呀 不自然了 一下就不自然了 姨也是 她现在吧 也是退休了 但是吧 没闲着 人家上午还找了个 班上 然后下午就去游泳 然后晚上回家以后 还自己学学习 然后晚上给孩子 玩 就是也挺充实的 挺挺挺好 挺挺好 一天退休没下车人 上午干点活 下午没事 就是这个休门时间 今天真挺能干的 你看人家退休 两天都不嫌 我还找活干啥 我还拥有不差 挺好 这时间来的地方挺好 这一天活挺充实 还挺忙 活挺充实 还挺忙活 对 蛮有闲 蛮有闲 蛮有热热的 今天人家还说 要开工个活 就把我给你干点活 我行 叔爷有继续打工的计划 那孩子今天不是哪 给那个 就是师生 知道吗 他爸今天活着挺没有 今天活着挺没有 都把我领感 这点钱 咱们不是说 说什么 我都把你干了 挺好 挺勤快的 不懒 不懒 他干你活着 也能充实到自己 他们说啥今天 我不是 我从中一 文化不行 小学就能看 小学就能看 就能看 为何学游泳 我还有一些想法 我真是 我这个游泳不行 小时候整个 那时候 整个喝到啥去找啥 你咱喝啥了 喝啥了 喝啥了 吃游泳不敢进食 叔叔 我问一下 你看像你一天天 有时间就得去游泳观游 有点 这是学习阶段的 要学会了 每天以后得见点区域 他去游泳了 你干啥去呢 那你 这样一说 咱不能干涉 你做的辣 真的 我发现你骗我 哈哈哈哈 啥事了 这事把我咱们 咱们 这事把我咱们 我不说不 不支持你 但我不能干涉你 哈哈哈 这 嗯 你 你这咱俩下出 你干啥我都不在干涉你 你看你干啥 我没拿好 我不在干涉你 那你要我去 我帮你打啥啥 想那 那我来看好 你好 我还已经 学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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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性格很好 嗯 心态挺好 我看你啊 我是在说心的话 就像中一样的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是吧 虽然他开不开心呢 嗯 开心了 属于像中一啥的 嗯 长相一啥呢 干活啥呢 什么 干活都行 说长相活活的 长相都行 那人说说过关 就是说过关的 长相活活的 对 长相这就是啥人家 这批我钱的 这啥钱 哈哈哈哈 我家条件 这啥子 我这 我四个批 绑 四个批 绑 啊 回钱 我这个 搁那的 嗯 我干的就疼 我以为一点呢 就是工具低 我这人 没啥要求 这工资少 你想干点啥都不行 嗯 现在生活 属于家多高呢 你想 你想 你想玩点啥 干点啥 去的话 你没有 生活也借鉴 你希望的工资 水平是多少 嗯 哎 这三千 但你刚刚以前 属于有的时候 他们说 也没出现 干活啥的吗 不干活啥的吗 都转十年 都干几十 你觉得这样的话 不稳定 不稳定 嗯 自己人生活 起码就得有那个 基础 生活基础 那年不都得想 过的生活 充实点 富裕点 你人挺好 你差好 嗯 差点工具 我觉得可惜 嗯 有点可惜吧 想往前走一步 就得生活只能好点 嗯 再说 组成家庭 钱的多些精力 他都可以尽力 嗯 我知道我公子 对 是 我都知道 大多人 这一是咋样的人 他是小半辈子吧 都在外面打 对 然后也是挺苦 一类一类的 对 那再多年 给儿子 就是帮着付的首付 对 给儿子操了婚礼啊 对 然后结婚啥的 都他长了 然后资产将来 老道歉 所以头几年吧 虽然说的 头几年吧 虽然说的雷利风行的 但其实我们的女人 家外打工 他是吃了不少苦的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是 如果到了晚年 再找一个办法 就是这样的 不去委 不去委屈自己 对 不能理解 不能理解 这这方面肯定有 理解 除了说 我觉得是你也不要说 因为你这个公司 就不自信啊 什么的 如果就是真的 遇到一个人 你们两个 当然都合适 然后他也不记得 就是不觉得 公司离的人 大有人在 而且像你说的 你平时生活上 也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 你看尤其有个孝顺儿子 比如说吃饭 都不用自己管 你又啥都更好自己 说白了 如果要是真的 是自己 就是灰过热的啥的 这钱咋起来了 不都是以后两个人在线 什么用的 对 不好意思 祝福你以后 找给我强调 对 靠远 靠命 对 熟了幸远 确实挺好 挺好 反正咱眷面 咱们当个朋友处 对 咱们当朋友处 这时候这好 你那也不远 一定会有点 行 那你就先走了 然后以后有合适的 我再给你俩介绍 好 谢谢 没事 没事 那我就走了 谢谢 骗你 早给我强调 挺好 再溜这个 谢谢 好 我送你 先我穿衣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 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鼠 喜欢新鸿链 喜欢新鸿链 感觉观众 两个大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就是两个人 通过语言 通过语言 感觉总能想 一块去 这个兴趣 爱好啊 挺吻合 有共同语言 爱情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74岁的大爷面对突然来临的爱情 也是跟年轻人一样满心欢喜 十分向往 十分向往 希望得到对方的好感和认可 而且双方能发生爱情 都是两个人有共同兴趣和爱好 有共同语言 聊得来 今天来相亲大妈 教掌大妈 又18岁 参偶 退休 参偶 退休工资3000元 有自己的住房 大妈年轻时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在厂里工作时 从销售干到当厂长 而且还是很年轻的厂长 在当厂长期间也是丰功伟绩 因为自己能干 哪里需要就被放到哪里发光 不过也因为自己忙于事业 而忽略了家庭和女儿的护养 后因为女儿高考失利 女儿高考失利 加上自己身体原因 她干脆辞去厂长 重新陪伴女儿 培养女儿上大学 找工作 成家立业 还生了双胞胎外孙 正沉浸在喜悦中时 老伴却传来了号 老伴得了重病 后经多方面治疗也无效 老伴离世后 陪着女儿和外孙过了三年 陪着女儿和外孙过了三年 现在女儿有自己的家 外孙上幼儿园了 不再需要她了 她自己年龄也大了 想找个老伴过后 半辈子的生活 她的乡亲要求可不少啊 不要离一点 不看 这当这当 前面那个媳妇 又这个事 那个事 还什么事 你就纠缠不清了 真的吗 不要那样 不要那样的 尖嘴后三的人 不要 连看也不用看 尖嘴后三是啥样的呢 特别瘦的 脑袋特别小的 不要 男的 男的标准是我们这个小伙 就起码白脸的长成这样 过了74 73是危险期 不要 不能进门 她就不行 有病了 不行啊 74岁以后 咱还有个 咱还有个迷信 对 73 不要 是个坎 咱就过了73 72 73 不要 就给74 是不是 对 受的不要 男人就要长男人样 莫过73 三岁的不要 在她看来73 就是一道坎 要过了这道坎才行 大妈你这是哪里来的标准啊 不是封建迷信吧 还是倒听途说啊 您这标准有点苛刻啊 不知今天来乡亲的大爷是否合适他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叫胡大爷 74岁 看哦 工资3250元 胡大爷有三个女儿 老三虽然46岁了 但也是还没结婚 现在自己就和没结婚的 就和没结婚的三女儿住 胡大爷拿出自己全部的家当 为每个女儿买了房子 自己住的房子也是留给老三的 真是天下父母心啊 虽然自己74岁了 但从不为自己考虑 钱都为女儿们买房子了 房子也不准备留给自己 太无私了 老伴已经过去了24年 现在这把年纪了 想找个老伴一起 想找个老伴一起过 他的相亲要求是 最好是上偶的 这一个吧 这最好比把钱看着特别重 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包容啊 互相包容啊 互相关心的啊 就是正经过日的人 把这个应该放在第一位 年龄吧 我开始报名时我也讲 最好就是六十七八到七十一二这样 找个年龄接近的吧 应该找去个伴 在一起过日子 有的年龄太小了 他假如他特别优越 不那么小 不要把钱看 不要把钱看得太重的 大爷 你知道吗 这把年纪了 如果生个病 住个月 没钱能行吗 找个办房子给女儿 自己租房住 或者住到女方家 大爷 您可知道自己 您可知道自己多大了吗 七十四岁的人了 找个保姆 照顾也要有地方住啊 还指望住在别人家去 你是怎么想的 七八十岁了 想入赘 谁还敢要啊 刚见面 大爷对大妈很满意 毕竟大妈知道要来 提前把饭菜都准备好了 挺好 挺好 我看得到 这人应该怎么说呢 挺端章大方的 挺好 我一个人气质不错 带一个带人 说来从这个礼节上 我认为做得挺好 你看知道大伙来 知道你们挺辛苦的 你一眼出去 又购物又做菜 起码这人热情 如果他对我认可的话 我认为他非常合适 刚见面大爷就确定 大妈是他要找的 能不能成全看大妈的 大妈第一印象是 大妈第一印象是 感觉大爷显老 稍微老一点 哪老你觉得 走路的知识 你就通过刚才 从说我看走路资讯 你就会有点老了 对 你知道那块是啥吗 全是病 我走路就会小心点 你不是说要看本人 本人老吗 他74 嗯 行了 73过去了 死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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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非常关键的 73是一个坎儿 那一听大哥74呢 嗯 放心了 放心了 73呢 73呢 过去 不过过了73岁 这一点倒是适合大妈的要求 大妈就信民间传说 人过了73就要到84 这样能够陪自己长久一点 坐下来边吃边聊 谈到自己的工作 两个人聊得很欢 大爷曾当过厂长 大妈也曾是当厂长的 所以两个人谈得来 他们两个有共同语言 大妈曾为了女儿 大妈曾为了女儿 厂长都可以不当 大爷为了女儿 可以把自己全部加当给他们 所以都是为儿女 全身心甘愿付出的人 两个人聊得来 可以互相生活 大爷对大妈十分满意 大妈对大爷也觉得不错 但大妈就担心 大爷未嫁的女儿 46岁的大龄圣女 肯定有自己的个性 大妈怕搞不来 成为障碍 为了消除大妈的故意 大爷带大妈去大爷家 准备看看大爷的未嫁女儿 看能否好相处 但因为大爷三女儿要工作 还没回 没见到 时间太晚了 只能先保持联系 再了解了解吧 这场相亲也是有意思 46岁的女儿未嫁不相亲 74的大爷反而来相亲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爷与大妈能成吗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房子的外 起码是花园 洋房两三百万一 要让男嘉宾 一次性的 套三百万出来 把这房子就买了 倒过装修了 三百万一不多 我第一个苍天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够疯狂 狮子大开口 要对象买三百万的洋房 并且买房必须是全款 对象的购买 对象的工资卡 也要上交由他管 这要求连红娘小哥 都听不下去了 人家既然能拿出 三百万来买房 为啥要选择 你这个半老徐娘 他真的能够 偷出三百多万 买了一套房子 我觉得 我觉得有这个经济水平的 男嘉宾 我觉得他找一个 三十多岁的 可能四十多岁的 这么一个 稍微年轻一点点的女士 我觉得也不成问题 那为什么他要来选择你 凭啥呢 凭他是一根人参 越老越值钱嘛 中老年人相亲各种 年人相亲各种各样 奇葩事情绝不重样 老铁们点个赞 接着往下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女嘉宾 他们都叫我凤姐 离婚后的凤姐 今年52岁 从事参与行业也不累 月收入是多少她不说 多少她不说 一个儿子长大参加了工作 凤姐喜欢跳舞唱歌去旅游 活得潇洒又自由 凤姐的择偶要求也简单 对方老是 不由嘴花舌就过关 这人要老实嘛 不要虚化那种 嗯 怎么了 以前遇到过呀 然后在稳定的工作嘛 把钱块钱买 把钱块钱买 给我家人用都行 凤姐虽然你颜值有点高 但这要求有点飘 一般的老头咋吃得消 节目组根据凤姐的要求 为她找到了老实芭蕉的谭大哥 我是今天的男嘉宾 我叫秦彩峰 既然53岁了 从事 从事 无业工作 与收入打开在流程左右 谭大哥不打牌不抽烟 离婚后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除了上班就待在家里把歌厅 每天度过无聊的光烟 大哥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不慌 只希望对方朴实善良和顾家 我想找一个 我想找一个普世三亮 不加的 那个 那个 相伴的朋友 大哥带着忐忑的心情 来到茶楼和凤姐见了面 凤姐看见大哥衣服板 正头发短 以为红娘给她找来的 不是老板就是大缓 不是老板就是大缓 所以一见面就对大哥比较满意 于是就给大哥表演了才艺 在你 在你心色 已坠落 消失在 遥远的 心狂 相聚起 却又一 你却又遗忘记 那份爱 还来是寂寞 凤姐 门盒窗户关好了没 唱得挺好 下次可别唱这首歌了哈 还有这妩媚的表情和摇曳的身姿 不知有没有把大哥迷成情诗 反正他站在旁边脸上一直在笑 跟着鼓掌 跟着鼓掌打拍了还蛮有情调 唱完之后大哥你觉得唱的咋呀 非常好 非常好 前大白的脸上也露出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大哥的笑容幸不幸福咱们不知道 但他将 不知道但他将直的胳膊搭配握的都能当狼头使的拳头 那是特别的引人注目 冯姐也展示了他的才艺 相当于给了男嘉宾一份见面礼 那男嘉宾 那男嘉宾你有没有什么才艺 送给冯姐 我只是祝福她 今后一来也行 哎呀怎么一来就说这种话 以后我一来 你紧张的已经不行了 大哥你紧张个啥 你又不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瞅瞅把凤姐乐得都笑弯了腰 不光凤姐对大哥挺晚意 连凤姐的闺蜜也说她憨厚老实 觉得他俩一个活泼大方 一个老是那脸 正好两人取长不短 老是很好 老是很好 就得跟他俩 很好就得跟他俩合不合得气 一个外向一个内向 挺好挺好 两人经过这一互动 凤姐对大哥好感度增加了不少 第一人给我感觉你很诚实 那是我最感觉的 今天碰到的是很欣慰的 不过光有一副好品行 那肯定是不能满足凤姐的需求 凤姐首先考虑的是工资问题 对于大哥的工作和收入 凤姐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一关算是通过了 那就再聊一聊房子的问题吧 哈后老师的大哥来相亲 说自己的房子都给了两个威妮 凤姐一听就有些不乐意了 倘若两人真走到一起了 不可能继续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吧 对啊大哥 两人在一起了住在哪里啊 住在哪里啊 不可能住在马路上吧 大哥听后马上许下了承诺 如果有需要的话 自己也有能力再买一套房子 而且还答应以后工资卡都上交 自己安家我自己还有能力或者说 能力或者说 再买房子啊 还是有来比自己的买房子啊 自己还是有那种能力 那种打算 我们只开交给他们 给他们 如果两个成熟的话 成熟过后 那是必须的 看得出来 大哥是屡不见调产 被凤姐的容貌和气质迷上了 但从凤姐的表情可以看出 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第一轮谈话结束后 红娘小哥单独询问了凤姐的想法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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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就是看到她呀 人太老实了 还要说话呀 那个外戚老口那种感觉 我就得感觉到有点好笑 太老实了 人太老实了 我说凤姐啊 你刚开始不是说 喜欢大哥老实的吗 咋到这变了呢 而且还嫌弃大哥的身高 高度没得预期的 只有 凤姐你是想找高富帅吗 这谭大哥明显身高是不太够 那咋整呢 现在在喝骨头汤肯定是不敢烫啊 凤姐说了 个子太矮了 他带不出去 否则老姐妹们 在私底下会讨论他的眼光复行 凤姐你是想把大哥像鸟一样 关在笼子里吗 大哥不光是身高不达标 而且目前没有自己的房子 也让凤姐很不美 毕竟自家的条件不差 可不能找一个穷的把自己给你 一个穷的把自己给粘住了 比我皮的 一个帮我枪腿腿腿腿这样帮我 调得起那种伴来 当时要找比我强烈来 这些话说的 让坐在旁边的闺蜜都听不下去了 第一个要是个人 第一个要是个人 你对得好的 两个大半老老老都是 钱又不是很重要 反正老了嘛 重要的是身体那块了 他健康 还正在去全心全意地 跟你两个在一起 最重要的 找个帅哥 他给你刷两条 把你刷了 跑了 跑了 靠得住的最重要 身体健康最重要 绝对没毛病 闺蜜的话说的一点都没毛病 都这把年纪的人了 还要啥自行车啊 有个人能照顾你就不错了 可凤姐那是口吞 乘托铁了心 自己提的条件是逼不可少的 条件是逼不可少的 还明确了房子的具体要求 房子的话起码是花园人 放两三百万一 套的话哪个一不算还高 嗯 200万那是 200万那是 装修也好 装修你也得一百多 嗯 好 那三百多万的话 您是希望 您是希望 就是采用一个怎样的付款方式 选款贷款 我不喜欢那个贷款 喜欢是 现在都是一次性了 三百多万一不多耶 三百多万一不多耶 不信又自信的奉姐来相亲 开口就要对象 买三百多万的房子 这话怕红娘小哥吓了一跳 能够全款买三百多万花园洋房的男人 还会跑到这来 找一个五十多岁的离异女人吗 他真的能够偷出三百多万 能够偷出三百多万 买了一套房子 我觉得有这个经济水平的男嘉宾 我觉得他找一个三十多岁的 可能四十多岁的这么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女士 我觉得也不成问题 那为什么他要来选择你 红娘小哥你这是脸上 小哥你这是脸上套裤头 一点面子都不给凤姐留 可凤姐说了 凭着自己的财力和魅力 肯定可以找到符合这个要求的人 凤姐多少有点迷之自信啊 我觉得吧 这恐怕跟踪彩票的概率差不多 凤姐还觉得自己的付出 是值得对方花这么多钱的 不知道凤姐这样的回答 能不能让楼上的 能不能让楼上的高富帅动心 凤姐又说了 除了之前提到的身高和房子问题 还有一个要求呢 那就是南方的智商必须管用 还有一个智商管用 是什么 智商他说 智商管用 要聪明 聪明的人他会挣钱 马上都会挣钱 老铁们重点来了 那凤姐 那凤姐你要什么样的智商管用呢 你二十八十九岁 别提这么 离你生活那么遥远 这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脑洞开得大 梦想一旦开了挂 高富帅都可以拿下 凤姐说不光要给我掏三百万 而且还要对我好 不好我还不要呢 那我说的话 他出三百多万的话 换给你都要好 那是不是他就可以 不对你好了 不对我好我不得心 那还能有钱 然后还能有钱 加上之前要求的智商和升高 大概也只有高富帅兼田狗 才能符合凤姐的标准 才能符合凤姐的标准 在一旁的闺蜜实在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吐槽说她是在做白日梦 何止是不切实际 凤姐对奇葩缘分的是情有独钟 缘分的是情有独钟 这个是缘分的东西 尤其是岁数大了 还要找的人都是找我们同年人 还有一个 他绝对经济状况好的还很多 不一定都没得了 慢慢的来 那姐姐你有没有预想过一个情况 就是说她这个缘分 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 凤姐的格言就是缘分天注定 相信我 相信我凤姐 你的缘分要不了多久一定会到来的 得了 凤姐这边聊的也差不多了 再看看谭大哥对凤姐的印象咋样吧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女嘉宾 现在是个什么感觉 当听说女嘉宾要求必须买300万的花园洋房时 大哥立马打起了退堂股 以他目前的能力和财力来说 花园洋房他是做梦都没梦到过 更别提买了 嘉宾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想要一个 市面价值在200万左右的花园洋房 外面可以种种小菜啊 种种小草小花什么的 再带点装修 最好有个电梯 这个我可能在母亲的情况下 达不到他的想法 最终谭大哥选择了放弃 只能回去跟女嘉宾表达了歉意 我的想法还是想你说一声对不起 今后我们再联系 你为啥只说对不起 她的一些要求 一些要求啊 或者说怎么问话啊 我还要 今后再努力 想辛苦想青睐 想了半天不般配 红娘小哥把心都操碎 为啥他俩不能成一对 从你最好的朋友的角度出发 他是没看上琴 那般的哪一点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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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经济 大不大 只要有经济 其他都可以忽略 嗯 这是你对他的表情 经济肯定是排的第一位 正所谓 不论聊天多么的融洽 谈到金钱都得趴下 好了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了 感谢长按点赞加关注 下 按加关注 下期看乡亲不迷路 下期看乡亲不迷路